再接下来呢 我们还原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图案效果 针对这个文字 看看我们整体要不要去设个 设个例如说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它会 它会去做往下 这边有浅浅那个颜色 好那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刚刚那边介绍 主要就是针对格式美工的部分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跟文字的 文字会产生一些所谓的 例如说段落的调整 那其中 其中我们可能除了这个字型跟 对齐的方式设定以外 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像超连结 所以这里面我们来去设超连结 例如说选到这个字建立连结 它是针对那个整个框框来去建立连结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 这边它 因为我 好吧 我现在我就先讲这件事 因为当它这个时候 当它这个时候 这边是会出现这个点点点 就代表说 我今天我给它的框不够的时候 它是会出现这个点点点 点一下 有看到 然后这边点一下 它就会把剩下的字搬到别的地方 有看到吗 剩下的字搬到这边 好 我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什么叫做 就是这也算是一个文字的连结 您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呢 假设我现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文字的叙述 可是我这个文字叙述 假设我现在我已经到了底部 我已经到了底部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点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就是这么多的文字 剩下部分都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我就新增一页 什么叫新增一页 插入底下新增页面 刚刚的这一个部分 对不起 它是高度不够 这个部分呢 我就可以把它 例如说搬到这一页去 刚刚这个部分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搬到这一页去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就是当我今天 我的文字太多 我要去做跨页设计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现在这种方式 你看哦 当我现在点一下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自动跳到下一个文章接续的开始处 然后如果我今天点这个地方 回到上一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 就是回到刚刚文件开始的地方 这就算是一种连结 文字方块的连结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文字方块的连结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当然我现在 我还是要恢复原状 因为在这个地方 文字方块我想全部都讲完 这样会让你们会比较了解 所以我就把 对不起 这个文字翻过来 直接把它剪下 剪下 然后贴到最后面 稍微把这边 稍微设大一点 贴上 我只是说要请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文字的 文字方块的连结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玩一玩 看看说能不能正常的去产生 那我建议你们这样做 就是先把 先把这一个物件呢 先把这个物件 然后直接复制 好 所以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贴上 搬走 你在这边自己去玩一下 没贴到 好 直接贴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就要去玩一下这个 点点点 好 点它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在随便一个地方点一下 稍微把这宽度拉宽一点 高度 好 这样子的话 你看 现在我游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它 它是回到这个游标的最后面 点它是不是回到这个游标的前面 这个 文字方块格式的建立连结 就在讲这件事 好 所以你 大致上知道 这个红色点是什么 红色点就是代表不够宽 或不够高 然后这个点点点代表 这是文字方块连结 文字方块连结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自己动手来去玩一下 文字方块连结 这在排版上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文字方块连结